那么这个系列我们说了这么多 最后再说说我个人是怎么进入这个悬门的 有些人还是需要举例子才能更深刻形象一点 我今年36岁88年人 那么截止目前为止 我的从小家庭感情朋友 有很多坑害帮了他们很多 很多人结果返回来的没有多少 至少他心还记着你 然后用你的方式需要的方式给你的 很少 财运一塌糊涂 事业也曾经辉煌过一败涂地 身体 从小就脱病都在各种的内上外上 不可挽覆的 但是通过我们 练功 修行 行禅积德 这都是后话了 种种种种 到现在 除了房子以外 截然一身 一无所有 我曾经 我曾经 多么细心 希望有个温馨的家庭 没有 为了 所谓爱情 这个年纪 曾经 不止一次 不顾一切 付出所有 包括 时间 心思 财务 面对各种的困难 那可以讲是 富上到海了 为了自己的事业追求 乃是 一直保持这个心智 最终的方向 身体上跑遍了 三分之一的中国 那只为 找到自己 内心所认为 最重要的 东西 钱财 也不用说了 江湖救急 慷慨解囊 在外也是 有过 坚硬违 实情不昧 没有人 给你表彰认可 也没有回报 换来的反而是 我们动钱 那帮助 已经不下十个人了 很多 都是网友 素不相识 或者是 路人 和瓶水相逢的 朋友 太多了 有机会的话 再一一列举 有需要的话 那我们一开始说过 是由病入的到 病的同时 如果没有这些附带的 所有的打击 重重 从小到大 没有经受过任何表扬 认可 男人如果没有这些 挫折压力 怎么会年纪轻轻就 显得如此老成的 沧桑 也换不来你那颗 千锤百炼的道心 光是身体 灾还不够 我们身体只是一个 导口所最直接的 我曾来也说过 16岁之后 就没有做过坏事 将来可以的 再30年吧 一次看来 现在为止 我们